其實他自己有拍那個影片 他有拍到他自己在爆哭的影片 對 可能還是有一點節目效果 但是我就是 欸我選擇東西都不拿 對 你是只有對他講嗎 還有其他人也會講 我覺得要看有沒有分得掉 如果分比較有可能我都會用這一招 我覺得其實平常的生命都是 可能 太累了 然後免疫情不下降 然後就會突然去麻疹 過年這樣 最嚴重喔 就是去年的那一陣子 就很 你們看到我很憔悴的那個 很累的時間 那我現在身體就是 有幫自己安排比較多的休假 然後身體狀況比較小 所以最近也很少要去麻疹 可是其實我這兩天都有大隻欸 我是覺得 因為其實我剛開始很瘦的時候 我其實是覺得蠻焦慮的 因為我覺得氣色看起來比較不好 然後比較 看起來比較顯老 就沒有優胎的感覺 後來我今天就告訴我 他覺得不管胖跟瘦 他覺得都有很好看的樣子 因為像我現在瘦下來 不管上任何鏡頭 都是一個很剛好的狀態 很有 就是比例看起來很好 所以我後來也慢慢調適這件事情 心情就是比較peace 也沒有說什麼很想要刻意 然後養回原本的體重 那你坐下來充滿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欸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出來 就會發現欸 好像穿內衣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空空的 沒有以前那麼滿 那一陣子的經濟人 並來去接那個 多回答 就覺得那差不多 如果就是要加入小龍 對不對 嗯 其實我這方面 我說真的我真的還不太清楚 目前他的狀況怎麼樣 可能是還在評估跟考量 做不一樣的想法之類的 對然後那天 我今天去主要是還有想說 剛好他們那邊有youtuber想知道我合作 然後也剛好去了解一下 他有可能回我 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說 謝謝你 想你喔 類似這種 那會希望你的電子很久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欸 來的話我覺得也很好 嗯 現在其實連有小電視 跟全身分手的影片 有點近身出骨 還要連紅帶片才能分 對 其實他自己有拍那個影片 他有拍到他自己在爆哭的影片 對不對 對 但其實也沒有 現在可能還是有一點節目效果 但是我就是 欸我選擇東西都不拿 對 你是只有對他講嗎 我覺得 要看有沒有分得掉 如果分比較有可能 我都會用這一種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很年輕啊 所以就比較不會好好溝通 現在應該會選擇 比較成熟理性的方式 那你不是上一段 你感覺沒有什麼溝通嗎 也沒什麼溝通 就是可能就是 大家 就是當朋友啊 大家心思肚明啊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 也不是需要這種 近身出戶的